AudioJungle 还是非常喜欢的 前几篇都是关于文人跟春联的故事 那么皇帝跟春联有没有故事呢 当然有 历史上第一副春联 就是后属皇帝孟长写的 后来的宋太祖赵邝印 宋徽宗赵吉 康熙 乾隆也都对春联很有研究 不过要说最偏爱春联的 恐怕还要属朱元璋 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 就专门下了一道圣旨 宋兴世家 门前虚家春联一副 镇字新冠 说白了 就是给大家下了死命令 今年过节贴春联是头等大事 朱元璋不仅号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贴春联 他自己还喜欢撸起袖子写几副 当作给陈子的赏赐 这还真是妙招啊 不仅给初见的大明朝想了颜色 还顺带锻炼了自己的书法 可别以为人家老朱没念过几天书 写出来的春联就会粗俗不堪 相反 老朱可是无师自通 颇有对对字的天赋 比如给开国大将徐达写的一副春联就非常经典 咱来欣赏一下 上联 破鲁平满公贯古今第一人下联 出将入相才 坚文武士无双这副对联 霸气十足 高端大气上档次 颇有帝王雄风的风采 话归正题 前面讲到老朱夏之要求全国人民都要在春节时候撇春联 而且明白告诉大家字 会去查看 结果他还真是言而有信 除夕也礼不睡觉 带着几个随从就出发了 看着满城百姓门前都张贴着红纸黑字 寓意喜庆的春联 还有不少是为自己歌功颂得的 老朱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啊 毕竟皇帝也是有虚荣心的吗 不过 没走一会儿 朱元璋就瞅见有家人门前空空 没有按指令贴上春联 打听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户人家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以杀猪为生 家里找不出个十字的人来写春联 又怕姓先生写价格太贵 就没有贴春联 好在老朱也不是个不讲理的昏君 大过年的 也不能大动干活 而且这也是个秀才华的机会 就让人找来笔墨 为这户人家免费写了一副春联 上连 双手劈开生死路下连 一刀割断是非跟这副春联 跟给徐达写那副 同样霸气十足 而且很符合杀猪这个行业的特点 简直就是为这家杀猪户量身打造的 老朱把这副对联送给了这家人 并要他们赶紧贴上 然后就带这随从离开了 没成想 到了初一上午 老朱又带人出来巡视 还特地留意了这家人门口的春联 却发现他们贴的 不是自己写的那一副 老朱大怒 这是瞧不上我写的春联吗 太过分了 于是赶紧叫人去问个究竟 原来 这家人觉得皇上的亲笔春联 实在太尊贵了 贴在门上怕给弄坏了 就给摆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还焚香上瓣 老朱一听 也乐了 不 怒气一下全消了 还少了这家人白银三十两 这家人看来真是祖上积德了 接连遇上这样的好事 恐怕一整年都会乐省啊 历史客栈作者 水木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维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